美国前总统柯林顿和国会众议员孟昭文最近在纽约的法拉盛制中心 共同为总统参选人希拉瑞竞选造势 多位的亚裔名选官员到场支持 认为她最有资格成为美国的下任总统人选 当我们谈论的选择和政策方法 当我们谈论和政策方法兼议的方法兼议 她是正确人 她是谁能向前提出事件 她是唯一一人谁能向前提出国家政策方法 工作通过国家的统策方法 发生事件 所以我感到很高兴地在她的选择 出发来选择 确认是19月份的日子 我知道你们都很忙碌 但确认是选择和选择Hillary Clinton Hillary Clinton是我们亚裔的多年的朋友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女人 从第一夫人到Senator 到Secretary of the State 到总统的竞选 我们应该华人更应该出来支持Hillary 成为我们下一任的总统 当时孟专闻就说 欧巴马竞选总统的时候 有超过七成的亚裔社区为她投票 是她赢得大选的重要力量 而亚裔社区也因此 越来越受到参选人的重视 希望Hillary当选之后 同样支持亚裔社区 而柯林顿也说了 Hillary如果成功当选总统的话 应该要将移民还有经济政策来进行改革 确保所有的选民都可以获得平等权利